各位观众午安 欢迎收看11月20号的原事五间新闻 要澄清一下 这个四北牌的发放最主要就是 在控管我们乡里面的五牌的车辆 包含机车还有汽车 担忧新北市的这个对原住民的推带 其实不会 其实我们是因为把它编列在多个地方 举一个例子 我们在我们的交通局的停管基金里面 就把乌来的停车场刚完成了 编了一亿元 但是一亿元在公务预算里面看不到 那如果我们先把它反过来 编在公务预算里面加起来 我们就比其他的这县市高了很多 我们使用了有一段时间 已经是近十年了 所以说我们真的是 对这个移动房子 真的是很可惜的这样子 说回去的话 我们真的是不知道要到哪里去 基本开始首先带您来到 花莲浊西乡山里部落 山里部落曾经从八年前开始申请行政原民会重点部落的经费 前后花了八百万打造部落 取得当地一位私人地主的同意之后 无偿使用一块大约六分地大的土地 以传统工法来打造一座组屋 这一座组屋过去八年来成为部落举行活动 进行老人照护或是举行部落会议主要的一个场所 没有想到日前同样是赛德克族的地主把土地卖给了另外一位新的地主 现在新地主要求当地的居民在11月底之前把这一座组屋拆掉 让当地的居民感到很无助 花莲卓西乡三里部落从民国94年社区提报重点部落计划时 其中组屋就是一项大工程 建造之初社区发展协会和地主说好了 组屋所有权为社区发展协会所有 土地所有权还是归地主所有 不过当时土地所有权人只是口头高知 愿意强其供部落使用 而地主过失扣由地主小孩继承 没料到几个月前无预警的将土地转卖给新地主 探究原因是原地主基欠新地主超过20万元 因无力偿还才将组屋的土地及周边约8分地卖出 导致组屋将面临裁迁 无条件说承租这个土地嘛 那是之前的那个地主 结果就是去年就是100年的时候 就把这个土地卖掉了 地主就不一样 我们使用了有一段时间 已经是近十年了嘛 所以平常在作业上也好 活动也好 我们都在使用它 所以说我们真的是 对这一栋房子真的是蛮可惜的 这样子被收回去的话 我们真的是不知道要到哪里去 8年前部落以陶塞发展协会民意申请经费获准 运用行政院圆明会三年部落永续发展计划经费打造而成 组屋不仅象征着部落文化重要精神 平常更是用于老人日间照顾 部落课程实施 开办例行性部落会议等功能重要场地 8年来与部落作息密不可分 对小朋友文化认同上更是帮助很多 部落组屋可能面临拆迁情况 部落运用了很多关系及情情拜托 请求新地主答应以地换地的方式让组屋留存下来 不过新地主都未答应 且也寄存证信函要求部落在11月底立即拆除 新地主合法取得土地坚持要求社区发展协会在今年11月底前迁移 而发展协会也做出决议将如其拆迁避免后续的法律纠纷 记者法务花莲作息采访报导 而劳保又出现了争议 台东县成功证有300多位渔民 虽然过去投保薪资只有16500 但是疑似为了想要领到更多的劳退金 所以就算实际的薪资根本不到42000 也将投保劳保的薪资以42000来投保 观众朋友可能陆陆续续您都耳闻过 现行的劳退制度就是会将劳工退休前3到4年投保的薪资平均下来 来计算劳退金额 所以简单的说 如果退休的时候您投保的基金越多 那么您可以领到的劳退金就越多 那么在台东就有高达300多位渔民选择 以少报多 但是现在300多人在日前同时收到传票 被指控涉嫌诈欺罪遭到台东地检署侦办 老保局清查91年到95年期间 台东县成功证有许多渔民以低薪资高报来投保老保 这样不时申报薪资所得 已经涉嫌了诈欺行为 一共有300多位渔民都收到了台东地检署的传票 全都变成了诈欺嫌疑犯 因为老保局认为这些渔民有将投保的薪资金额以低报高 来领取保险给付的方式 所以来含送本署侦办 但渔民非常不满 渔民认为当时是渔会 通知他们可以在退休前3到4年 以过去薪资总和平均计算 投保薪资从16500元的低薪资 调高到42000元来投保 将来可以领到较高的退休给付 他们才会办理家保 有部分渔民已经缴了8年的保费 一旦被认定有诈欺行为 不但多投保的保费会被没收 劳保退休金也要重新计算 非常不合理 是我们自己抓的 不是说你政府把我们抓的 我也是自己抓 以后我们也是抓8000几块 主要你这么准 让人们都抓他 让你现在你用这个诈欺饭 这样做你就不对 渔民说大家收到这样的传票 都人心惶惶 有一位渔民已经坦诚犯刑 台东地检署给予还起诉处分 投保薪资也回到以16500元来计算 不过渔民认为错不在他们 要求劳保局清查余会 是不是也有疏失 记者张宏哲台东报导 渔民想要在退休之后继续生存下去 资株必较 现在吃上了官司 而同时台湾铁路管理局却接连爆发弊案 包括八八水灾过后台铁太马里桥改建工程 传出采购弊案 交流部长毛泽国在立法院备巡的时候 公布惩处名单 包括台铁局长范之谷 以督导不周为理由 被记过两次 毛泽国跟范之谷 也都在直询台上鞠躬道歉 在此先向社会各界表达诚挚的歉意 本部也已经召开考级委员会 范局长因督导不周 予以记过两次的处分 台铁南太马里西桥改建工程 以及大甲汗清水无障碍电梯 连环爆出采购弊案 交通部长毛泽国 直接在背询台上公布最新惩处 台铁局长范之谷 被记过两次处分 范之谷也当场两度 向全民鞠躬道歉 只是立委质疑 在检调调查台铁采购弊案之前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 就曾经三度行闻台铁 认为工程转包有问题 台铁却后知后觉 立委质疑 弊案还会继续往上发展 台铁局长范之谷表示 自己有督导不周的责任 目前全力配合检调查办 涉案人员停职 起诉就调职 而立委抨击 台铁螺丝松散 连新采购的普悠马列车 也在第一天试车就擦撞月台 采购过程恐怕也有问题 当初你在采购的时候 没有考量到这个吗 没有 采购的车辆本身 就是符合台铁整个规定 如果它车辆本身不符合规定 全台湾的月台 通通要打掉了 中间有五个月台 在它整个工程上面 他们觉得说 我们具有安全系数的原因 我们把它做一个修正 立委要求台铁全面检讨采购流程 交通部长毛智国承诺 目前正着手清查五年内 所有的工程 三个月内完成调查 预期下个会期 就会给立法院完整报告 记者续安林间台报道 台铁连续爆出工程弊案 今天来自立法院 最新的消息 又被立委揭露 年年亏损 但奖金编列却非常高 立委发现台铁民国 一百零二年度 奖金编列了七点八亿元 不但是国营事业最高的 也是编列奖金最高的一年 对此台铁回应 因为运能增加 奖金跟着联动 至于台铁会亏损 是因为支付庞大的退休金 并不是经营不善 台铁员工的本薪 加上奖金之后的月薪 其实还是国营事业最低的 另外以北南族的 Buma部落命名的台铁新进的Buma号列车 上个月试车的时候轻微插到月台 目前传出台铁为了预防列车 再度卡在月台当中 所以敲掉了五处月台部分的结构 那么怎么又会引进不能开进月台的列车呢 刚刚也有立委质疑 难道又是另外一起闭案 台铁澄清表示 敲月台其实是进行月台增高工程 缩短月台跟列车的高度差 所以并不是Buma号太胖了 上个月Buma号列车 在进入基隆测试月台时卡住刮伤 现在传出台铁为了避免Buma号再卡住 因此在彰化 供僚 暖暖牡丹和人和等武术车站 敲掉部分月台结构 台铁表示是在进行月台增高作业 台铁表示因为铁路局几十年来 向不同国家采购列车 车型都不相同 因此针对列车宽度和长度 定出一定标准 只要在范围内都可以行驶 以新车普悠玛为例 宽度是2.9公尺 泰鲁阁号则是2.89公尺 自家号列车宽2.898公尺 区间车2.898公尺 都在台铁订定的标准 三公尺以内 台铁说列车规格没有问题 最近陆续的月台施工都是增高作业 让月台和列车间缝隙变小 以免旅客危险 上个月底 浦游马昊在基隆车站 确实因为月台卡住被刮伤 尽管台铁当时说明 是因为测试的月台经过改建 平常没有在使用 不过测试出问题是事实 台铁也惩处了4名员工 新北市议会目前正在审查 明年度新北市政府的预算 不过有市议员发现在原住民族 居多的几个城市当中 包括台北市高雄市桃源县 台中市还有新北市 这五个城市里面 就属新北市编给原住民族的预算 最少有新北市议员统计发现 台北市跟高雄市政府 每年平均花在 每位原住民族身上的钱将近一万四千块 但是新北市政府明年花在新北市 原住民身上的钱 每个人只有分配不到五千块 看起来新北市跟隔壁的直辖市 差了将近一万块 市议员就批评新北市长朱立伦 不重视原住民族 新北市长朱立伦也做出回应 用不同的计算方式来计算的话 朱立伦认为 其实新北市原住民的预算 并没有减少 11月19日 阿美国新北市议员 一江保六跟李昆成 林明仁市议员 在新北市议会召开记者会 只属于西部五个原住民 较多五个城市来说 所编列的102年度的原住民族 相关预算 平均每个原住民族人 所分配的金额是最低的 而且总额度也比101年度 预算少了近两千万 市议员之一 朱立伦根本不重视原住民 以台北、新北、桃园、台中、高雄 这五个原住民较多的 西部大都市来比较 原住民族人口 有五万一千多人的新北市 所编列的原住民相关预算 总额虽然是第二高的 但平均每一位原住民族人 可以分配到的额度 才4813元 是倒数第二 甚至平均每人 均分额度最高的高雄市 差了一万元 但是高雄市的原住民人口 仅三万一千多人 比新北市少了 将近两万人 来看看两个年度原住民族 相关经费预算总额比较 从101年度到102年度 其他四个城市都是增加的 只有新北市不增反减 而且减了将近两千万元 就算把公益彩券的盈余 纳入这个预算里面 新北市还是五个城市里面最低的 朱立伦 他对于这个原住民 还有对于这个原民局 他的一个重视度有多少 那其实是非常的差 对于每一年的预算 每一年的经费都在递减 对于原住民的照顾 不是在增加 而是在减少 对于这个现象 市议员痛批朱立伦市长 根本不重视新北市原住民族人的权益 近年来非常多原乡的族人 到新北市来打拼 而新北市政府对原住民的相关境内 确实减少 一降保留 说这个现象实在是令人感到遗憾 而朱立伦也在稍晚的 新北市议会议场的市长报告中 做出回应 所以我看到这个统计表以后 我非常失望 我希望我们朱市长 能够在这样的预算的规模之下 要好好的检讨 他们整个预算编略的问题 让我们的族人多多了解 我们所认识的朱市长 其实是非常不关心原住民的福利 担忧新北市的 对原住民的亏待 其实不会 其实我们是因为把它编列在多个地方 举一个例子 我们在我们的交通局的停管基金里面 就把乌来的停车场刚完成了 编了一亿元 但是一亿元在公务预算里面看不到 那如果我们今天把它反过来 编在公务预算里面加起来 我们就比其他的个县市高了很多 朱卫伦表示 其实还有非常多预算都是针对新北市原乡 或者是原住民族人所编列的额外预算 因为没有列在公务预算里面 所以新北市才会表面上看起来比较少 他说未来一定会开源节流 一定是反让市政继续进步 不会轻易让市民失望 为了因应在野党抛出国事会议讨论退休年金的议题 总统马英九在昨天邀请行政考试跟立法院三院的院长开会之后 拍板决定尽速在体制内改革年金制度 马总统也将在明天亲自率领三院的院长举行纪酒会 宣布年金制度改革计划跟时程 各项改革方案确定之后将送立法院审查 立法院长王金平表示将以公听会等各种方式 广征各界的意见 希望让年金制度的改革更为完善 日本三一强政过了二十个月 但日本农林水产省却表示 当初发生辐射外泄的辅导一号核电厂 可能持续还有辐射物质流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一个擅长在极地气候生存的民族 这个民族熟悉极圈的环境 最后 始发开始展现了 在夏天的枝上划出的这种相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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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为已经危害公共危险之行 这让这群信仰道教的信徒来说是极大的打击 昨天换成来自澎湖的非原住民族的进香团 到屏东三地门乡的戴天宫进香 原本计划也要民枪进驻 但是为了避免再度引起争议 排湾族人这次让步 改以传统的永世舞来代替 屏东三地门乡部落居民以盛大的烟火 迎接来自澎湖的进香团 这是赛家戴天宫建庙以来 首度有外来的进香团前来参拜 进行庙宇间的交流 原本已经申请以排湾族传统 庆典仪式的名枪来庆祝 但由于10月份在台南市麻豆区 戴天府进香绕境时 因公开名枪引起外界关注 庙方人员临时喊咖 以免再度引发争议 部落居民以排湾族传统永世舞 迎接进香团圆 团圆真香拿起相机拍照留念 虽然无法亲身体验传统名枪一世 而感到惋惜 但首度欣赏到排湾族永世舞 也感到不虚此心 比较特殊啦没看过 所以如果有名枪的话会 更好更好 很感动 也很高兴 庙方人员表示 排湾族举帆结婚或是祭典 都会名枪庆祝 在部落间也不足为奇 希望外界能尊重不同文化的表现方式 这次会临时取消名枪一世 是不希望再度引起法律争议 及破坏庙宇间交流的美式 记者歌手屏东三地们采访报导 希望要把传统跟文化留下来 习俱军会就规划利用10年的时间 推动台湾14个原住民族成立总共30所部落学校 在北南族地区对于行政人民会的这项政策极度重视 就特别由北南族民族自治事务促进发展协会 自发性地召开了一场北南族论坛 与会者多是各部落的代表 或是学校里面的族语老师 要讨论未来一旦北南族部落学校成立 那么学校的课程规划还有主要的精神 很多意见领袖纷纷发言 因为就怕北南族的文化就要流失了 为了推动部落学校课程 北南族民族自治事务促进发展协会 在国历史前馆首次举办民族教育论坛 邀请各部落代表学校教师参与讨论 并分享在部落教学的经验 备南族部落学校目前进入课程规划阶段 由于招生名额限制在30名 学生会来自不同部落 有人质疑课程是要采跨部落 广泛学习北南族文化的精英式学习 还是要回到以部落为主体的草根性的课程为主 我们是要回到部落学习部落本身文化 那为什么是要把这30个人拉到外面去形成一个小圈圈 然后老师就说了一个经典名言 那这样子它是第11个部落 另外一年中北南族各部落祭典 持续在进行许多青少年也投身参与 要在10个部落推选30名学生 推举和评比方式要如何进行 以及学生权益也引起热烈讨论 这30个人跟如果排名在这30个之外的 然后这30个人受过这个民主教育的 他们跟没有受过民主教育的 他们的将来有什么落差 如果说今天这个跟祖宇 以后未来的可能升学制度的腰带 有关系的话 那你光去选那个名额就变成这种排除 行政院远民会规划利用10年的时间 推动14个族群30所的部落学校 可说是开创民族教育新的里程 北南族人积极推动 不过有人忧心 经费预算是否因政党轮替 等政治因素而停办 但也有族人表示 有开始总比没做得好 台东的蓝宇是一个海岛 买车子当作交通工具的车主 经常就必须面临海风 袖拾车体的问题 有部分驾驶人为了省税金 就趁机将还可以开的中股车先报废 希望可以节省每一年 必须缴纳的牌照税还有燃料税 但是报废之后 车子还是继续开 不过这一来车子就会成为违规的车子 因为一旦发生车祸事故 是没有办法追查到车主跟来源 现在蓝宇商公所为了协助蓝宇 居民淘汰无牌车或是恢复车籍 就由蓝宇公所向台东县府 争取三年的缓冲期 暂时以压克力板为无牌车 制作识别车牌 列管箱内的车辆 控管蓝宇无牌车辆的数量 不过也驾驶人认为 这是治标不治本的做法 没有意义 为了协助蓝宇居民淘汰无牌车 以及恢复车籍 蓝宇商公所向台东县政府 争取三年的缓冲时间 并以压克力板制成的识别车牌 列管箱内的车辆 及控管蓝宇无牌车的数量 无牌车辆的识别牌 它不是临时车牌 是识别牌 这里特别要澄清一下 这个识别牌的发放 最主要就是在控管我们乡里面的无牌的车辆 包含机车还有汽车 识别车牌与一般的车牌的差异在于 一般车牌具有法律效益 因此一旦发生交通事故时 除了能够厘清责任归属之外 也会有第三强制险的保障 而识别车牌不具有强制险的保障 不过可以帮助民众在交通事故发生时 巡线找到肇事者 但这项措施 蓝宇居民说没意义 这没有意义啊 因为你今天发的这个东西 对我们蓝宇人来讲没有意义 因为他没有这个保险的责任归属在这里 所以说没有必要去做这样子 不要浪费所谓的资源跟他的一些经费在运用上 蓝宇乡公所表示 目前蓝宇乡无牌车辆 机车登记有247辆 汽车292辆 但未来预计将会约有800辆汽机车挂识别车牌 并且从今年9月1号起至104年 三年后蓝宇将禁止无牌车辆行驶环岛公路 记者小马尼达森台东蓝宇采访报道 原能会日前邀请台日学者在蓝宇进行环境辐射侦测 原能会是强调已经排除了环境污染的疑虑 不过当时参与检测的日本学者在今天表示 事实并非如此 日本学者拿出今年11月10号 11号两天接受原能会邀请 跟台湾五位专家学者三方共同在蓝宇进行辐射检测的数据 日本学者检测出辐射超标 没有想到原能会却擅自图改资料 强调没有疑虑 他们在廊岛卫生室不但检测到辐射超标 而且还发现有疑似含有半衰期 长达432年的人工核种煤 日本自从发生福岛核灾之后 民众对于使用核能发电就一直存有很大的质疑 尤其关系的大饭核电厂在今年7月重新启动运作 更引起许多争议 不过就在距离大饭核电厂不远的一个小村落 村民不仅利用太阳能板来发电 而且成为全日本第一个完全使用太阳能电力的村落 走进日本兵库县这个叫做山王的小村落 立刻可以看到路边大大小小的许多太阳能板 而这里就是全日本第一个完全仰赖太阳能发电的地方 事实上早在两年前发生福岛核灾之前 山王地区就开始进行太阳能发电的计划 负责推动这项计划的自治区会长西田太宏说 他当初是想借由太阳能发电来替村子里增加一点收入 同时也吸引一些年轻人回到故乡来参与这项计划 没想到在福岛核灾发生后 这个全日本第一个太阳能村却有了更深一层的象征意义 其实靠太阳能板发电还是会有一定的局限 例如在夜晚或是阴天下雨时就没办法使用了 还是要买电池来储存一些电力 不过靠着把白天有阳光时多生产的电卖给电力公司 山王地区的民众就可以仰赖太阳能发电来达到收支平衡 事实上山王这个小村落只距离关西的大凡核电厂不到80公里远 今年7月大凡核电厂成为日本第一个重新启动运作的核电厂 引发不少抗议声浪 更糟糕的是在大凡核电厂的2号和3号反应炉之间 竟然出现一次断层的军裂 更加引起外界质疑 尽管目前调查结果还没有出炉 但是民众已经是普遍人心惶惶了 山王地区的例子或许无法完全应用在其他大城市 但对很多日本人来说 却也提供了摆脱核能威胁的一个新希望 记者甘薛轩报道 尽管日本的311强症已经过了20个月 但是日本的农林水产省却表示 当初发生辐射外界的辅导1号和电厂 可能持续还有辐射物质流出 去年311福岛核灾过后 福岛核一场大量冷却用的辐射水流入了大海当中 结果造成严重的辐射污染 导致周边水域的鱼 目前依旧被检测出含有超过安全剂量的辐射物质 尽管东电公司表示绝对不可能还有辐射外泄 但是民众对于福岛辐射鱼的阴霾依旧亏之不去 日前在淡水北投子发生有一起民宅火灾 其中有阿美族人居住在这里 现在房子都被烧掉之后 无处可去 只能占住在朋友家里 11月11日在淡水的北投子一处测区发生火警 当消防车赶到火场时 火势已经将房屋几乎全面烧毁 消防队虽然在半小时之内就把火势给控制住 但是房屋已经无法居住 所幸没有人员伤亡 坐在这里的五户都是阿美族人 主要从事建筑的工作 从家乡到淡水来找工作 在这里租房子 11日当天凌晨不知道什么原因突然起火 所幸大家在睡梦中都及时逃了出来 没有人受伤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因为现在租的房子已经烧毁了 只好暂时居住在朋友家 已经找到了 就是慢慢东西都要买 少光光的 可是慢慢的买家具 他们目前的五户已经分别在附近了 找到了自己暂时安居的一个地方 当然 长此以往呢 也还是必须要另外找一个 可以稳定的一个居住的一个场域 立委廖国东到现场慰问 并且关注救助金的发放进度 以及协助接下来租屋补助跟原住民的津贴 希望让族人尽快重新展开新生活 记者格陆陈天市 新北市淡水采访报导 一群北非摩洛哥 阿玛塞族的文化工作者 为了支持流亡海外的玛丽民族音乐家 特别举办了一场大型音乐节 稍微不来 十月份开始 陈间主义新闻将带给您 有显得最生活化的部落讯息 让大家用最轻松的心情 迎接崭新的一天 欢迎您收看陈间主义新闻 五间主义新闻一达 严选重要讯息 以族人观点解读 诠释每天的重要新闻 让你掌握每天的新闻重点 晚间主义新闻 除了要带您快速掌握 国内政治经济民生新闻 更要放眼世界掌握国际脉动 让您从部落出发放眼全体 报告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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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 我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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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基層棒球界的盛事 第十九屆 關懷杯 即将在十一月二十四号 就要开打了 昨天在台北市 先举办了宣传活动 小小棒球员本在台上跳的战舞 带动第十九屆关懷杯原动力 十九日在台北市 举办了关懷杯原住民要好害的宣传活动 而关懷杯即将在二十四日开打 这一次总共有四十八个 少棒轻棒轻少棒的队伍参赛 让每个学校的球队相互学习 切磋球技 并以教育传承为主要的目的 我们的关懷杯不是只有棒球比赛 我要让他们快乐地打棒球 然后让他们知道更多的知识 让他们知道说 依附团体的重要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要去做 去做改变的 活动现场也邀请了 第十八屆关懷杯少棒冠军队伍 桃圆人善国小球员 即将面对一连串的赛程 有信心能再次夺冠 希望还能一次在 一株一株的 再得一次的冠军 有信心能够再得到冠军 这次LAMIGO球员 阿美族的林志胜 与统一石球队 阿美族的陈永基 以及旅外球员杨耀勋 及高国辉 都前来为小球员们 加油鼓励 并带领着小球员们 踏上圆梦路程 接着我们就要拉路 台北市采访报道 另外行政圆明会强调 防治原住民事故伤害有成 在台北市的原民会大楼 举办了成果展 哥干嘛 是要干净饭啊 那你不要哥啦 真的 男朋友们以戏剧的方式 要传达饮酒 持冰狼对生活的影响 随九日行政圆明会 举办了健康元气 安全部落 原住民事故伤害 防治计划的成果展 并表扬了推动计划的 地方首长与集邮单位 可以看到一张一张 各单位在部落所做的 安全宣导 还有结合学校所做的 事故防治等活动 从98年推动至今 原住民事故伤害 标准化死亡率 从98年的每10万人 就有79.2人 因事故伤害死亡 降至99年的每10万人 有68.7人 因事故伤害死亡 前进部落推动 事故伤害防治工作 与健康促进有了成效 就会长期的投入 其实我们真的看到了 这个看到的成果 我们也看到了 比如说很明显的 像我们那个 这个意外死亡那里 那个比例一直在 从98年开始 一直在逐年的下降 非常这个 复杂老师的协助 也有部落自己的 健康的与时的体系 然后怎么样去维持 我们部落的健康 我们部落的安全 而为了打造健康 安全的部落 居民们都热心投入其中 不仅有年轻居民 愿意回乡服务 更有高龄81岁的张哲 也一起为部落营造努力 什么都可以 他什么都能做 就是喜欢一起这样 对 他喜欢跟我们 我什么都可以做 对于我自己的 个人的身体 也有帮助 因为天天运动 所以我也对于 我们的社区的环境 也很有信心 像是电脑的资讯 然后甚至是一些 行政作业的一些状况 这样子 那可以至少说 这个部分可以协助部落 都去做推动 这次陈国战 除了展现部落居民的工作内容 也从计划中一同关心自己 家人及社区的健康与环境安全 凝聚了部落相信力 更提升了部落的自主能力 接着我们在拉入台评采访报道 继续带您来到非洲 非洲国家玛丽 在今年三月军事政变之后 现任的总统被推翻 全国就陷入了一片混乱 由玛丽北部的叛军 跟盖达组织结合之后 趁机就宣布独立了 在玛丽北部占领了沙漠地区 而且强行实施一连串 极端保守的律法 其中就包括禁止当地的游牧民族 传统音乐表演活动 而大批民族音乐家 也因此逃亡海外 远在一千多公里之外的摩洛哥 有一群Armazek族的文化工作者 为了支持流亡海外的 玛丽的民族音乐家 特别举办了一场大型音乐节 希望各民族的音乐 可以不因为政治力的打压 继续传唱 这里是摩洛哥Taragot 音乐节的表演现场 而音乐节的地点 就是在摩洛哥西部 靠近阿尔巴黎亚边境的沙漠地区 这是西非传统21根弦的弹播乐器 Kora 还有Taragot族的团体及鼓歌舞 非洲北部分布有不同的游牧民族 例如过去被吴曾伟伯伯族的 Armazek族 就是其中之一 这个由Armazek族主办的 Daragot音乐节 自立宣传音乐舞国界的理念 音乐总监表示 尽管这是一场在摩洛哥境内 举行的文化活动 但是活动的目的 是要向一千公里外的 玛丽音乐家致敬 这个来自玛丽的表演团体 今年1月才在玛丽的 Timbadu沙漠音乐节表演 团员当时根本没有想到 表演结束后两个星期 就开始被迫展开逃亡生活 首先是逃到首都巴马科 后来在三月政变后 全国陷入一片混乱 于是又再度被迫出走 表演者領導的特替樂團一共有10名團員 他們全是The Meshack族人 曾經多次獲邀請往美國 加拿大 巴西 歐洲和東亞地區表演 隨著馬里的局勢二跨 他的樂團同伴全都各散東西 有部分逃望至不及納法索 也有部分跑到毛利 塔利亞 一直到這一次特替樂音樂節 團員才有機會以完整陣容演唱 我知道在北馬里的特替樂音樂節 這不是很明顯 這只是一些音樂人 他們都被拒絕了 有些人在馬里加拿大 加拿大 加拿大 有些人在馬里加拿大 加拿大 但他們都在這裡 摩洛哥的特替樂音樂節 和馬里的聽不懂沙漠音樂節 過去一直緊密合作 除了兩地民族音樂家互相支援外 兩大音樂節的組織者 跟會互相訪問觀摩 不過隨著馬里局勢惡化 在短期內 馬里的聽不懂沙漠音樂節 只能暫停舉辦 記者邱仁甄編譯 美國總統歐巴馬十九號在緬甸 進行旋風式的訪問 在短暫停留的六個小時 先後拜會了緬甸總統天聖 民主運動領袖翁山蘇姬 緬甸第一大城仰光 十九號萬人空巷 民眾夾到歡迎歐巴馬的車隊 歐巴馬在緬甸的壓軸重頭戲 就是前往曾經遭受軍政府 血洗的仰光大學發表演說 歐巴馬盛讚緬甸的民主改革 期許這把進步之火 可以延續下去 美國總統歐巴馬連任之後 還要繼續他在上一任的政策 就是要召開跟美國原住民族的年會 美國總統歐巴馬正式宣布 即將在十二月五號 在美國的內政部舉行白宮原住民族會議 自從歐巴馬在2008年上任以來 今年將會是他第四度 一年一度的與原住民族代表 進行面對面的會談 在去年歐巴馬在這場會議裡面 感謝過去兩屆會議當中 原住民族為政府提供意見 讓美國的原住民族政策越來越好 不但對著原住民族的意見領袖 更新原住民族政策的執行進度 更多次強調 美國政府跟原住民族是政府對政府 國對國的關係 而即將在今年十二月五號舉行的會議 一般預估 原住民族的教育 就業跟醫療 會是歐巴馬跟原住民族會談的重點 在美國總統歐巴馬成功爭取連任後 就在十一月中 白宮發布最新消息 歐巴馬只將在十二月五日 在美國內政部舉行白宮 美國原住民族會議 會議將邀請五百六十六位來自全國不同原住民族部落的代表出席 這只將是連續第四次 美國總統歐巴馬與原住民族面對面舉行的連續原住民族會議 去年歐巴馬在白宮原住民族會議中強調 美國聯邦政府與原住民族之間的關係 應該是政府與政府之間的對等關係 另外 歐巴馬提到他的願景 是希望一個以中產階級為主的美洲原住民族族群的出現 同時在這樣的會議中 歐巴馬曾經宣傳他在任內已經落實的原住民族政策 總統歐巴馬的政策 所以這新的關係 代表一個巨大的步驟進去 它是改變 但我承諾更多於這裏 我告訴你 我會做到你做的事 我會做到你做的事 最困難的問題 面對於 Native American 而且這就是我們做的 我們承諾巴馬的法案 欧巴马在大选前宣布11月就是美国的原住民族月 并且表示在连任后将会继续与各个部落保持紧密合作关系 预料医疗教育以及创造就业机会将会是今年白宫原住民族会议的重要话题 记者邱的政变议 我们现在就是在一个老鹰的翅膀下喝咖啡 at least if those baby bees are crunchy maybe I can eat them otherwise I don't know what I'm going to do 他们刚刚说很开心我们来 they said we were the first people who came up here to shoot this episode here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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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陽啊 剛剛我問你 你寫不喜歡跳舞 不要考人考,我要跳舞啊 阿嬤 我求求你 你給包裸一次機會 我們留在台北 好,無失了 不要怕 不要怕 跳就對了 跳 跳,你自己走,自己走 你沒有打到我 這很大 小卡 我問你喔 你為什麼喜歡跳舞 因為 跳舞讓我喜歡的東西 有一些故事你還沒看見 有一種聲音你未曾聽見 原住民紀錄片系列 本週將播出戲劇短片《尾巴》 部落青少年文化成長般另類招生 五五的山林智慧傳承遊譜 新月二十一日 周三晚間 原信邀請您 與我們一起觀察 不同的生活現場 尋找原住民影像生命力 這首歌 《尾巴》 驚慧傳承遊譜 這首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下午开始人受到封面接近的影响 在中部以北南部山区云量增多 而且会转为有短暂雨的天气 提醒观众朋友还是有多加留意气温的变化 为您整理今天下午的天气预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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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今天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有相关的新闻题材要提供给原氏 或是您对刚刚看到新闻内容有任何建议 都欢迎拨打原氏的客服专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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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